众说蓝潭风云,帮你解读最新的NBA消息。 昨日,根据NBA记者文霍斯特报道,今下以三年三千万美元加盟奇才队的中锋瓦兰丘纳斯,在新赛季仍然有希望加盟胡人队。 我不排除尤纳斯·瓦兰丘纳斯最终会在今年加盟胡人文霍斯特说道。 这就是我要说的。 作为一个负责的记者,文总的话一般都比较靠谱。 他认为瓦兰最终会加盟胡人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而且在联想到胡人和奇才之间的微妙联系,更增加了瓦兰加盟胡人的概率。 奇才真是胡人的死党了,每次在他们遇到困境的时候,奇才总是能站出来排忧解难。 此前奇才牵下身为自由球员的瓦兰就让人感到困惑,他们已经有了榜眼中锋萨尔,还囤积了霍姆斯·巴格利·伍克切维奇这些中锋, 又不是什么争贯球队,没有理由再牵下瓦兰。 现在这件事终于水落石出,奇才的目的就是为了日后做交易。 胡人没有足够的空间去裸牵瓦兰,于是想到了奇才这个长期摆烂的球队,奇才也可以通过再次交易瓦兰获得自己想要的筹码。 相比其他将胡人列入黑名单的球队,奇才已经非常有诚意了,而且人家也不是狮子大开口,一般都在胡人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报价。 可能对其他球队而言,瓦兰这样的传统内线价值不高,尤其是考虑到现在流行的快节奏和小阵容,这些移动缓慢的中锋逐渐沦为边缘角色。 但是对胡人而言,瓦兰是他们重建攻防体系的重要一环,它和农眉组成的内线双塔效果有可能影响到胡人的争贯。 最近,农眉在国际赛场上的表现有目共睹,他在自己最熟悉的大前锋位置上如鱼得水,攻防两端都展现出了超强的统治力。 此外,在过去的两个赛季,胡人都在季后赛败给绝境的原因,就是他们单靠农眉无法限制约基棋、咯登等人的冲击, 胡人为他配备大中锋已经势在必行了。 而瓦兰就是那个兼具力量,身高,内线得分能力的可靠帮手。 在提胡队效力的三个赛季中,瓦兰丘纳斯场均得到14.6分,10.1个篮板和2.1次助攻,投篮命中率为54.9%,三分球命中率为34.1%。 瓦兰丘纳斯还拥有丰富的季后赛经验,在季后赛舞台上表现出色, 季后赛生涯场均得分上双,他仍在追逐自己的首个NBA总冠军头衔。 如果胡人能交易来瓦兰,那下赛季真是还能期待一波。 奥运热身赛,美国男篮以全胜姿态收官,他们最后一场以92比88险胜德国男篮。 即便是热身赛,但5比0的傲人比赛成绩也足以说明一切, 詹姆斯以40岁高龄在国际赛场打出的顶级发挥让人叹为观止。 美媒NBA MEANS更新动态,晒出了詹姆斯最近比赛中的庆祝动作, 并配文,勒布朗最近一直在大肆庆祝。 事实上,没有人比詹姆斯更有资格庆祝胜利, 在对阵德国的热身赛中,詹姆斯末节砍下11分帮助美国男篮险胜对手。 全场比赛,詹姆斯上场18分钟,投篮11中8, 砍下20分6篮板4助攻,进几场比赛,詹姆斯的实力已经被所有人认可。 不仅仅是詹姆斯,安东尼黛维斯成为了奥运会热身赛第二颗亮眼的星, 在一众大牌巨星中,屈居替补席的AD脱颖而出, 碾压所有人,成为了人人畏惧的内线支柱。 就奥运会热身赛这几场比赛,两人绝对可以被称为最强双人组, 美国男篮五场热身赛数据领跑,得分,詹姆斯73分, 助攻,詹姆斯18个,投篮命中率,詹姆斯63%,篮板, 戴维斯49个,盖茂,戴维斯15个,强断,爱德华兹9个,除去强断数据外, 詹姆斯与戴维斯基本上从攻防两端压制所有球星, 霸榜领先,可见强横。 但即便两人拥有如此实力,在NBA联盟中,两人所在的胡人队也无法打出头, 这一情况就让人很纳闷了。 洛杉矶胡人队究竟为什么无法达到顶级球队的层次呢? 有这一次奥运会的信心打底, 詹姆斯与AD能带领胡人队再重返巅峰吗? 只能说,胡人队的阵容交易做得并不好, 胡人队的交易始终没有做到位。 不得不说,詹姆斯与AD绝对是属于那种罕见的双人组合, 他们都极具篮球智商的, 而且身体天赋出众,技术能力出色, 个人实力强横,甚至能力特性也匹配, 20赛季能夺冠确实不是运气带来的。 但自从20赛季夺冠后, 胡人队始终无法重返巅峰, 是詹姆斯与戴维斯的实力下降了吗? 客观来说,是球队的阵容始终存在着一定问题, 胡人管理层从未意识到他们该引进什么样的球员, 才能激活双人组的真正实力。 近两个赛季,可以说是胡人队比较辉煌的赛季, 二三赛季打到西决, 二四赛季继中赛夺冠, 但最终他们道路也就紧到如此了。 那么, 为什么胡人队无法重现冠军级别的统治力了呢? 首先, 就是詹姆斯加AD的体能问题, 胡人未能找来汉匠填补空缺。 先谈二四赛季的季后赛, 胡人队首轮大战绝金队, 他们被大笔分扫出季后赛, 是绝金队真的具有碾压式的实力吗? 并非如此, 胡人队几乎每场上半场结束都是领先状态, 甚至很多时候达到20分左右的领先。 但一进入下半场, 胡人队就会被疯狂追分, 这就是胡人队的硬伤问题, 球队阵容不完美带来的双核心的体能消耗问题。 李夫斯加拉塞尔加巴孙已经算是胡人队水平比较高的球员了, 但三人组没有一个是拥有顶级防守的球员, 甚至重规重矩都做不到, 相较来说, 绝金队的分布就完全不同, 抛开双核心, 波普, 小波特, 个登, 三人防守强度碾压胡人。 当詹姆斯与AD在上半场疯狂发挥砍分时, 绝金队正在保持体能稳步前进。 下半场, 绝金队双核心疯狂反击, 其他重将开始提升防守强度, 胡人队双核受限, 球队势头自然遗落千丈。 詹姆斯受困年龄, AD则是防守强度太大, 导致两人体能快速消耗, 根本无法在末节比赛拿出全部实力。 换句话说, 胡人队没有能给两人分担压力的球员, 进攻端估计不说, 防守端的两位汉将雷迪时与范德彪受伤, 胡人队打防守大战匹配不上强度, 只能以攻带手, 但进攻能保持一整场的手感吗? 显然, 结局已经说明一切。 胡人队其实不缺少有能进攻的球员, 但始终没有真正意义上 给詹姆斯加AD分担防守压力的球员, 23赛季的范德彪与巴村做到过, 而那段时间是胡人队最猛的时刻。 其次, 是国家赛场队友太强的问题。 因为国际赛的时长短, 轮换也比较长, 相当于在NBA就打个半场比赛就结束了, 詹姆斯在半场级别的体能上仍然是顶级水平。 还有, 勒布朗·詹姆斯与安东尼·黛维斯这种级别的球星, 是身边队友越强越适配, 他们就能越打出自己的顶尖水准的球员, 美国南篮的阵容还是太强悍了。 每个球员都能投篮, 没有人能轻易去包夹詹姆斯, 他的1v1突破完美发挥, 自然打得相当顺遂。 外线防守强度也足够, 又没有防守3秒, 戴维斯完全可以等队友延迟对手突破时, 从侧翼杀出给出大帽, 自然是威慑力十足。 事实上, 在胡人队, 后卫线上甚至没有人能够延迟对手的突破。 自从波普这种档次的3D球员离开后, 胡人队的后卫线就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防线, 戴维斯的防守压力自然也变得越发的大。 有一说一, 胡人队很多时候首发还能保持攻防水准, 都是靠着戴维斯的拼命来弥补的。 所以, 胡人队非常希望能重新找一个能拉开空间的防守型后卫, 他们主义克莱汤普森, 但汤普森显然不信任胡人队。 胡人队需要靠谱的空间内线, 其次是3D。 The Athletic记者Shamstralia谈到, 他认为的克莱汤普森选择独行侠的原因。 胡人也对克莱汤普森展现出过兴趣。 但我认为独行侠明显实力要更强一些, 他们刚刚打入总决赛, 而且刚过去的这个赛季, 卢卡东契奇和凯里欧文都很健康。 而对于胡人来说, 他们面临着球员快满员的问题, 他们有15名球员了。 除非通过交易来摆脱现在阵容中的一些球员, 否则很难腾出名额。 对于胡人队来说, 想要增强实力必须让詹姆斯与戴维斯打得舒服, 那就必须给戴维斯找一个内线的搭子, 给詹姆斯腾出内线空间, 最优先肯定是空间形四号位, 比如马尔卡宁, 或是瓦兰这样有三分能力的中锋。 再次就是3D球员, 比如篮网的芬妮史密斯等等, 但毫无疑问, 这些球员的价值都不是胡人队能轻松交易来的。 在影员明星球员比较困难的时候, 想想胡人队当初对大洛佩茨的追求, 那时候应该是胡人队最有希望组建一个合适阵容的时刻了。 对于美国男男来说, 詹姆斯与戴维斯的传奇还会继续, 因为大杀器杜兰特即将归来, 他的到来将会让詹姆斯与戴维斯打得更加舒适。 随后, 美媒ESP Non-NBA更新动态晒出了照片并配文, 美国队在前往巴黎的路上战绩5比0, 甚至队史上的男子奥运会得分王还没登场亮相, 不知道奥运会上大显身手的詹姆斯与戴维斯 能不能让胡人管理层改变决定, 来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动作。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兄弟们大力支持, 最后千万别忘了给球也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